字幕君 字幕君 大家好 今天要來和大家聊一下 昨天HONDA台灣才發表的CL 空格Street 我為什麼要把車迷講得這麼誇張呢 因為在台灣車名不一樣 如果你有注意到報導的話 在去年其實米蘭車展 就已經發表的是CL沒有空格500 如果你去google CL500的話 會發現過去半年所有媒體的報導 包含我們MOTO7的報導 都是用CL500在海外發表來介紹這台車 這款車是用Rebel 500的引擎 車價我想應該也差不多讓它搖身一變 變成Scrambler的風格 相當活潑 那這台車為什麼在台灣就要改名字了呢? Honda的新聞稿有給我們答案 我來看一下 他說CL500在台灣已經被註冊了 那如果你在Google這個車名的話 你發現下面你會找到賓士的CL500 但我後來去查一下商標 其實並沒有找到相關的商標 但的確有找到Honda台灣在2021年 兩年前就已經註冊的CL Street 所以大概在兩年前就知道這款車 即將在未來的時間要發表 然後要引進台灣 已經註冊好了 同時在發布的新聞稿裡面 Honda很貼心 在各地銷售的名字是不一樣的 例如呢在歐洲、日本、泰國、土耳其、中國 就是用CL500 是賓士CL500沒有賣到那邊嗎? 然後在美國、加拿大 前面是加了一個S變成SCL500 中間都沒有空格 唯獨台灣市場是用CL 空格Street 嗯...要有空格喔 大家不要寫錯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CL Street的重點規格 那這邊我當然主要是會跟Rebel 500 一起來做比較啊 畢竟他們是雙身車 首先最大的差異就是座高 Rebel 500的座高做得非常低啊 我相信非常多 身材嬌小的女生騎士呢 也能操控自如啊 那Rebel 500它座高就有69公分 那到CL Street呢 是增高了10公分 79公分 但依然不算太高啊 再來呢因為油箱的造型有不一樣啊 所以從原本的11.2公升的容量呢 變成12公升 差距也不太多 那軸距是完全一樣的 所以他們的車價基本上來說 應該是非常的接近啊 再來呢兩車的重量 稍微不太一樣 CL Street呢多了1公斤 那再來外觀上你會發現呢 輪胎的部分是一個重點啊 因為Scrambler的風格的話 前輪一定要大 有點偏向越野車的風格 所以前胎呢是採用19吋 後胎17吋 而在Rebel 500呢 當然美式機車的風格 輪胎小但要粗大 是用16吋的輪胎 引擎的部分呢兩者當然都是同一顆引擎啦 也就是並列雙鋼 排氣量471cc 但是 調校不同啊 整個在馬力的部分跟扭力的部分 我覺得有點有趣啊 好例如說Rebel 500 它要強調是 整個低轉的扭力爆發 所以它最大扭力在4500轉就已經爆發了 而CL Street呢晚了 1500轉在6000轉 那爆發的扭力是比較大一點 4.3公斤米啊 那在最大馬力的部分呢 本來一般大家想法就是 那麼CL Street 它可能會偏比較高轉一點 因為它扭力延後了嘛 所以馬力也要在比較高轉的時候才輸出 沒想到 它的高轉的馬力呢 最大馬力 轉速是提前的 從原本的Rebel 8500轉 調到8200轉 而數字是變大了 從原本39.5匹馬力呢 增加了43.1匹馬力 所以增加了將近 接近4啦 我們就說4匹馬力好了 但是轉速是提前的 這個一般是 不太符合常理的 那 為什麼可以這樣調調呢 一般的想法大概就是它的扭力呢 雖然爆發的是比較晚 但是呢 在更晚的轉速它是 極具的拉高 所以它的最大馬力是 往前提升的 嗯 這個很特別 到時候試車的時候我們再注意看看 當然整體的動力調教 一定是跟它車款的風格有關啦 以現在CL Street它的 比較街道型的設定 然後它又有Scrambler風格 比較越野車 我認為是比較運動化一點啦 所以它的 最大馬力值是讓它做得比較高一些 另外CL Street它的前叉設定是蠻特別的 41毫米的陣地式前叉 它有150mm 就是150毫米 15公分的行程距離啊 這個是 相當是 很接近越野車的行程距離啊 所以 它的前叉的作動 是比較長的 所以它的騎起來 我認為它的風格呢 可能也會跟越野車有點像 會有這樣的設定 當然是針對越野騎乘啊 HONDA的新聞稿裡面有提到啊 它是增強的 Offroad的騎乘特性 也就是說呢 我們在下坡 要衝下坡的時候 或是我們要攻上坡的時候呢 你前叉的行程一定要夠 這樣你才有辦法維持輪胎的貼地啊 那如果對應到一般都會區的騎乘 或是在巷弄裡面鑽呢 長行程也是有好處啦 就像 越野車在小巷子裡面非常靈活 這樣子的騎乘感覺 再來很多網友就會問 到底如果我買這台車 要怎麼樣來做改裝 哇 可以改的可多了 HONDA就有提到 它會引進非常多的配件啊 那在REBEL500 其實就是有各式的配件可以搭配 甚至啊 如果說其他廠像YAMAHA XSR700、900那時候發表的時候 原廠的配件就已經非常的豐富啊 包含一些飾板飾條的更換 或者說是各式各樣的後照鏡 原廠在當初就已經開發好了 這樣子原廠開發的零件呢 還有一個特色就是 過去大家可能在購買改裝品的時候 都會是CNC 切削的零件 但是原廠經常可以用 類似塑膠射出的方式來製作 所以價格會便宜很多 再來顏色的搭配部分呢 我覺得也是可以有很多變化 因為這次CL3在發表的時候 就油箱是三個顏色嘛 其實你每個月透過包膜啊 或是烤漆 可以有更多不同的搭配 再來呢 我覺得引擎的動力 可能沒什麼好去做調整的 但是排氣管的搭配呢 可以就千變萬化了 那現在CL3它是採用 Scrambler的風格 就是它是 引擎下來以後要往上凹 橫過去 不管你是動式板呢 或是圍管呢 或是整支排氣管的位置 給它換掉 相信變化是非常多 這部分呢 等第三季實車來台灣 我們再來好好探討一下 先來看看價格的部分 Honda台灣昨天已經公佈了售價 是30萬8千元 這個售價如果跟Rebel一般版 29萬8千元來比的話 貴了1萬塊錢 那如果跟S版就有 頭照的版本來比的話 是一樣的 都是30萬8千元 以這個價格買到黃牌 其實現在黃牌來說 價格算是中間代啦 在Rebel 500上面我們可以發現啊 但除了可能有部分的首購族之外呢 有蠻多的女性車主 他可能之前騎著其他車以後 現在換到Rebel 500上面 另外還有一個族群值得注意啊 就是比較年長的騎士 他們為了圓夢呢 考到大型重機駕照以後 是選擇Rebel 500的 因為Rebel 500的坐高非常低 騎乘起來不累 而且坐高低 騎乘的壓力也就少了 那我相信呢 Seal Street會有一點不一樣 因為它會吸引很多的年輕 黃牌首購族來購買 因為好改裝 那大概會有另外一部分 就我剛剛講了 會吸引女性騎士 還有呢 就是比較年長的首購族 我自己是相當期待 Seal Street趕快進來 那這會帶齊另外一波改裝的風格 或是這種街車 再加上越野的風格呢 我相信在國內 會有更多的活動 導入這款車 例如說你可以直接拿它 來參加越野的沙地賽 或者說有一些比較輕度越野的路段呢 你也可以用Seal Street直接去攻啦 或是你也可以參加本田 它有辦非常多那種越野相關的活動 應該是很有趣的 我是猛鬼戰狼兵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